我們應該就是那種第一次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啊 高不可怕 冷冷冷 沒有啊 就到最後就 風子 風子 對 人來風 不會啊 我第一次認識妳的時候我覺得妳還蠻維持的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演員的頻道的話呢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遺落我任何一個影片喔 好的 大家歡迎收看每個記者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洛彤 嗨 大家好 我是洛彤 其實跟洛彤算是第一次這樣單獨出來 你剛開始的時候我還蠻緊張就不知道該跟學妹聊什麼 我比較緊張啦 因為 對 因為就是跟學姐私下沒有交集其實 對 那時候我是真的在那個 洞子 然後就是那一天我是專門去聽演唱 對 然後那時候聽到妳唱歌 然後她現場就說 我靠 學妹真的很會唱欸 而且我覺得妳超適合唱台語歌欸 喔對 好像大家都說我比較適合唱台語歌 可能因為跟從小 跟阿公阿嬤講台語也有關係 喔 就是有那個氣口 長得不像台語人嗎 就長得就時尚的台語人 謝謝 只敢台 只敢台 好 其實今天的話呢 有 一些球迷有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就讓洛彤來幫大家解答 緊張嗎 好喔 好可怕喔 感覺 很可怕是不是 應該還好吧 大家應該會手下留情的吧 的吧 的吧 應該會吧 如果 身體允許 拉拉隊會想跳到幾歲呢 35歲以前一定想要走 一定想要走 可是妳現在還有蠻長一段時間的欸 對 因為以前還是忙內嘛對不對 對 我對於家是有渴望的 所以我是會想要成家 然後有小孩的 應該說我希望我在35歲以前可以生小孩 如果啦 如果順利的話 妳剛剛我當初那時候一剛開始 妳要在第一次旁邊那一個喔 蛤 攝影師妳不要這樣子喔 妳在那邊脫放喔 妳當我當初那時候一剛開始想像想要幾歲生小孩嗎 幾歲 25 已經快過10年了 那我覺得這是會隨著時間跟環境去轉變 因為我以前是那種 想說沒有30歲誰要結婚啊 沒有35歲以後誰要生小孩啊 就那一種 但現在就會覺得 額其自然 遇到了再生 妳還有十幾年的時間可以待在啦啦隊 應該說我沒給自己一個 我沒有給自己一個限制吧 我沒有給自己一個限制吧 喔 不同很年輕 她還是啦啦隊最小的 等一下 攝影師妳這樣的意思是 看起來我怎麼了嗎 我沒有Google過這些事情 好 再來下一題 這是其中一個窮一問呢 請問一下對於我這個學姐的印象如何呢 我覺得好可怕喔這一題 好啊 沒關係 我就說吧 因為就是聽說 但我也不說是誰告訴我好不好 演員應該是 呃 對舞蹈比較要求 她也蠻嚴格的 就是對於跳舞這件事情 天秤坐在她自己那一塊 就是 她其實對她的工作是很要求的 所以 我的印象中應該 應該會是鈴鐺跟你講的吧 你應該都猜到嗎 應該不是鈴鐺跟你講的吧 應該不是吧 應該好像聽到不只一兩個人說 我自己的感覺是 就是很會講話 口條很好 然後就是 就是主持人的感覺 因為可能我遇到 演員的時候 她都是以主持人的身分懼度 那再來下一題 請問一下洛童 今年有什麼目標 可是今年其實已經十月了耶 今年有什麼目標 嗯 目標 其實已經球季快結束了耶 對 就是世界和平啊 大家一切都獲得暗號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官腔 超乖的耶 還是因為你覺得今年是這個疫情的關係 但因為真的今年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影響到很多各行各業 包括我們自己 也包括整個體育圈 明年希望趕快步上正圍 重新回到原本該有的樣子 好 下一題 因為今年洛童出了玩偶這一張之後 之後有沒有就是打算再出其他的單曲 或者是專輯之類的呢 嗯 當然是會還想要繼續出更多作品 讓大家看到啊 那我必須說出單曲這件事情 因為 玩偶這張單曲是我自己籌備 跟朋友自己籌備 其實花了很多 時間 心力 金錢 因為我那段時間其實 超崩潰 我崩潰到不行 自己要去花那些心力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是一件兩頭燒耶 我真的會炸耶 而且你還在跑啦啦隊 對 因為我還在啦啦隊 然後練舞對我來說 是一件非常痛苦 跟困難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同時要顧這個 又要顧那個 其實真的是耗費蠻多心聲的 嗯 那還是會想要有繼續更多的作品 讓大家看到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喔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喔 那如果說有唱片公司想要來 就是跟洛同合作的話 也歡迎來這邊喔 IG IG 因為最近呢 就是我自己有在錄Podcast 然後我的夥伴達斯呢 非常非常的喜歡洛同 所以我們這場呢 就是在錄音的時候 然後都會聊到你 有一些粉絲就會覺得 達斯是在 就是因為 討論你而蹭流量 那對於這個部分的話 你有什麼 想法嗎 如果要蹭流量 他應該要聊別人吧 就是 應該因為別人的流量 比我還高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想的太多了啦 你們不要這樣嘛 人家搞不好真的喜歡我啊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啊 說人家蹭流量 那搞不好好像我都沒有什麼 不是啊 就是也是要有名氣才能蹭啊 嗯 但如果他真的要蹭流量的話 應該還有 就是前面還有很多流量更高的人 你說隊長跟副隊長他們 之類的啊 因為最近剛剛洛同生日 然後 他那時候還在你生日之前說 欸我們錄音的時候 然後要不要來做一個那個特輯 我說什麼特輯 他說我們來cover 就玩囉 他有那個take我 所以我有看到他有翻唱 我覺得很棒啊 因為 就表示有人認同你的作品啊 然後他願意去cover 然後對我來說也是 多增加曝廣跟流量 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洛同是在2019年 剛剛加入Lami Girls 對不對 然後那一年其實洛同 剛進來的時候 並不是非常的有名氣 因為那時候 你在之前也不是啦啦隊嘛 然後是Yuri的朋友 對素人 一切都以Yuri的朋友為暱稱 對然後那時候 就是洛同剛進來的時候 有被就是大家戲稱一個叫做 Yuri同捆包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當下你自己的就是 感覺是怎樣的嗎 先別他讓我沾光 沒有啦 就是 就真的跟他黏在一起啊 但就是 也說實話真的會想要做一點 讓別人看到說 喔你是洛同 我會就是只知道說 喔你是Yuri的朋友 你是Yuri的朋友 對 其實你在2019年的後半年到今年 其實我覺得你跳脫出來 滿多不一樣的東西耶 像是你也出了玩偶嘛對不對 然後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你是真的很會唱 對 所以你覺得你有跳脫出來 就是變成是你是洛同 而不是Yuri的朋友了嗎 我在努力中 應該不會一看到我就說 欸你是那個 Yuri的朋友 然後 揍下去喔 如果下次遇到的話 這樣子就會揍下去了 揍下去了 揍喔 就會揍囉 欸我今天我的攝影師 好安靜 好安靜喔 你是不是因為對洛同不熟 所以你不知道要問什麼對不對 還是不敢放人間 想說不太熟 我怎麼放人間 還是因為我們講話一直在接 一直接 我們講話太快了 還好啊 也還好 我們想辦法 可是我問題問完了耶 蛤 沒了 好那我問一個 平常除了就是唱歌之外 有什麼興趣 比較特別的 天秤座的興趣 應該就是懶在家吧 欸對我剛剛唱點要說 我的興趣就是睡覺 可是我是個很宅的人 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這年紀應該就是常常 要跑夜店啊 或是出去玩夜唱 沒有我都跟他說 我不要我好累 我要回家睡覺 好天秤喔 你有問嗎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往外跑 但是都是他會拉我往外跑 我都會說我工作好累 我假日好想要在家裡休息 然後他就會說 天氣這麼好 天氣這麼好 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啊 踏踏輕 呼吸新鮮空氣 心情才會好 抒發釋放壓力 沒有我就是想在家睡覺 你有沒有覺得 今天大家對你 就是手下流行 有耶我覺得 就是妍妍其實剛開始 有跟我說有沒有什麼 就是不太能問 或是怎麼樣 都可以跟他講 我說大家好不好 不會因為我心裡想說 反正聽不住就是很公關啊 就算真的有 就是可能覺得不OK的 也會想辦法扭轉 遠過去 對 好啦那今天的話呢 就到此道的段落 非常感謝若彤今天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話呢就到這裡囉 我是妍妍 她是若彤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很棒 我們團體很棒 我們團體很棒 我不關槍 我是實話 因為大家都會問啊 你們真的是像表面上看起來這麼好嗎 這麼好嗎 還是你們表面公布 真的 我可以發誓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團體 因為我真的覺得 女生要相處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我自己覺得 但是我覺得我們團體真的是超 超好 超超 nice 超超 nice 超超 nice